今天是九安对战十汉的一场比赛 大家好 我是三连 我是加关注 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MPL 在开始之前呢 先要感谢品牌方三连加关注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三连加关注冠名播出 同时我们要感谢导师大和和方方的到来 好的 那这里提醒大家 学习化妆技巧就看诚实案 参与转发关注活动 多发弹幕 多重毫礼 等你来拿 是的 抖音微博 哔哩哔哩搜索实案 一线关注 看MPL精彩小视频 九安对战十汉 这两个人的风格打法差异非常大 之前我记得九安就战胜了八安 对对对 我觉得上场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九安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上一场十汉也是咱们这边解说的 是的 憨憨上一场战胜了老牌竞技 来自日本的化妆师杜边点赞 是的 这场比赛万众期待 我记得哈喊最近状态非常不错 他虽然现在积分比九安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记得他最近的比赛有十场赢了八场 对对对对 看这次怎么说吧 导播告诉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让我们看看禁止使用全线阶段 哈喊上来就禁止九安使用一个三红的单品 这是九安的一个王牌道主的 紧跟其后九安这个后手直接禁止 石喊使用眉笔 其实看到刚刚的数据 石喊用到这款眉笔的胜率其实是很高的 看来对方都是对对手下足了功夫的 一手敞了一个豆沙色口红 那这暴露战术了呀 它的风格难道是要锁小清新流派了吗 这边也是选得很快 直接选了梅紫色耳环和美妆蛋 看来对方也是想好了 直接锁对方可能用到的道具 好理解 这里明显还就是要走一个快节奏装容了呀 就是要靠摄影和后期来加一个 就是提升氛围感的东西 九安这次能不能变成MPL的新王 就看这一场了 蛋黄的长裙啊 天呐 蛋黄的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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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安拿到了蛋黄的长裙 哇 这是本月最令人闻风散的道具 MPL史上最强洗脑道具 是的 是的 你以为你已经忘了 但是它又出现了 它又出现了 一代新皇对救王 秦瑞与传统技艺的对决 就此开始 好的 现在看导播给到的画面 现在道具都已经铺设完成了 然后都在进行装前准备了 两边手法都是比较粗暴的 我觉得 对对 毕竟准备时间比较短 是的 底妆部分呢 这两个人的手法差异还是挺大的 哈哈的手法是选了美妆蛋上妆 跟它主打的快节乐妆容相辅相成 九安这边用的是粉底刷上妆法 粉底刷相较的海绵蛋来说 速度肯定是弱下来的 看来是已经打算好牺牲掉 后续妆容时间了 是的 这边 它底妆是非常快的那种粉底刷泡光法 用扁平的粉底刷快速的带过皮肤 既轻薄又不容易留下刷痕 看得出来 九安这边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是的 天三地北 九安地北 九安 我们这个场外观众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 的确的确 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互动 喜欢九安的扣1 喜欢憨憨的扣2 是的 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平稳过渡的阶段了 底妆基本上我看已经是上完了 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 不行对手是上一届MPL的冠军 其实我心理压力特别的大 我自己作为一个新人每天都在拼命的练习 生怕自己的手伸会出现问题 这个同学我知道的 他很努力 而且我一直觉得他眼妆化的还蛮不错的 就刚刚他的眼影刷掉到地上的一个瞬间 我天哪 我的心里都紧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职业和爱好的一个区别 因为九安的话 他是这个素人化妆师出身 他是看陈时安的视频慢慢学的一个化妆 对于一个专业彩妆师来说 你必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个突发情况 特别是在这种比赛的情况下 比赛还在进行中啊 刚刚的九安的一个眼部刷掉了 但是他迅速调整了状态 换了一把我看是有点相似的刷型上妆的 是的 我知道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嘛面对这种情况 只不可能再把掉在地上的刷子折起来的 哪怕他只掉了三秒 这边哈哈一切进行的都还挺顺利的 我看可以看出来哈哈是相当稳健的了 毕竟他是一个老牌选手的嘛 双方这边看看已经进入到了睫毛的阶段 我觉得夹睫毛真的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技术的部分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是的 我们一般在看一个选手的妆容的话 会先注意眼睛 还有一些睫毛那种非常细的地方 嗯 对的 虽然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个部分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选手的专业程度和熟练程度 诶 大和老师是真的非常的严格 OK 接下来我看是进行到非常重要的眉毛的部分了 是的 到眉毛这里呢 我们一般就可以立马了解到选手这次想走的风格路线了 虽然猜的没错 九安这边的确是看起来要走小清新的风格了 其实这种风格我觉得蛮难出彩的 非常考验选手对各个妆面的就是他那个各个部分的把控 嗯 哈喊这边吧处理出来是一个有一点微调的眉型 嗯 前面哈喊被九安禁止使用眉笔 然后他就用深棕色的眼影 对 深棕色的眼影 这个打法确实不太常见 是的 不太常见 嗯 我觉得还好啊 就是 我觉得不过如此 眉笔被拌掉没有什么了 小场面 腮红这边呢 九安也是被禁用掉了 但是他直接用唇釉当成腮红 意料之中啊 意料之中 我觉得这里实汉有点手下留情了 说真的 实汉这边用的是团式腮红的打法 和他淡黄的长裙风格相得一张啊 对 是的 实汉这边就是采用了那种斜向的腮红的打法 我个人觉得这种打法好像不太适合他本人 我觉得还好 看看这边用了倒三角的斜向腮红法 颧骨外扩的最高点 扫的宽越到鼻尖的方向越收拢 这样的腮红呢简直是A爆了 而且他不会显老呀 还好吧 我觉得两位选手都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的话我更喜欢九安这边的一个腮红 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应对这种被禁用的情况的话 他是有做充分的准备的 在修容这边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九安这边在下巴这里采用的是那种横向的修容法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看到了 就是他在下唇和下巴底部做横向的修容 然后中间做横向的高光 这种修容方式我真是第一次见 有点缩短下挺 然后显得人更圆 更圆人更可爱一点 他和嘴边的话就是恰恰相反 他采用的是竖向修容法 在下巴中间做竖向的高光 两侧做竖向的修容 这样的话会拉长下挺 显得下巴尖尖的 精彩了 在修容的部分 两位选手居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打法 真是让人意外 目前这两边看起来都是要收官了 是的 在最后口红的部分 我其实还蛮期待的 因为虽然已经知道 脚上这边会用豆沙色的口红 我赌十包蜡条 憨憨这边一定会用一个 类似眉粉色系的 和整个妆面来进行协调 并没有 憨这边选择红桌色唇用 太让人意外了 这个 的确如此 红桌色也许更data一点 面对同色系的搭配 它看来更倾向于是 用它 就适合自己的颜色 对 适合自己的颜色 好了 两边都进入了收尾阶段 让我们稍等片刻 来等待他们的最终亮相 嗯 好了本届比赛除了专业评委评分之外 还有观众评分 是的 一个赞久安加一票 一个评论久 呃 十罕加一票 好 对吧 嗯 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专业评委的评分 让我们来看看久安的分数 观众朋友们 屏幕前的你猜猜看谁将更胜一筹 呢 我们来看看 久安的眼妆的得分是 8分 8分 憨憨的是9分 9分 这个在第一个选项就出现了差距 还好了只差一分而已 嗯 这个结果和大家想的是否一样呢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 哇 这个导播很调皮啊 居然一次性放出来了 哎 那么现在哈哈的得分呢 哇 总分 平分 总分居然是平分 那么这个时候观众的得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特别重要 真的特别重要 倒数5秒 倒数5秒 5 4 3 2 1 2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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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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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让整个装面机飞得更加协调 一代新黄对旧王 新锐与传统记忆的对决就此开始 你这普通话 好了本届比赛除了观众 好了本届比赛